內需股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朝著疫情的慢慢的結束 所以對內需股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這方面大家都可以繼續去留意一下 當然除了內需股裡面都有很多 譬如華潤啤酒或者其他那些都有一定的 譬如安達這些都是值得去留意的 因為始終它們都回調了不少 安達來說現在都是去一些比較合理的區間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跌了不少 隨著疫情慢慢的經濟活動放開 在內地來說對這些會有幫助 華潤啤酒也是回調了不少 正好是一個挺好的機會去考慮這些股份 留意到華潤啤酒和安達體育 近期的表現確實是好一點的 今天開市的表現也非常好 其實現價去做中長性的部署 現價都可以去買的 可以的 因為其實現在都在底部 其實它都不是有什麼很大的上落 好像華潤啤酒那些 現在其實只不過是在低位平台上落 現在有一點想突破 雖然成交這陣子都不是很顯著 但是我們看回這些都是看回它 未來這幾個月的那個 因為疫情慢慢就退回 經濟活動剪開就對它有幫助 止蝕價現在來說是大概46元左右 如果它我們切回10%左右的止蝕價 如果跌下來大概42元左右 如果守不住的話才止蝕 這個 magically Ferru 回獲得 是什麼機會的 E닛atte Ele USB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動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立即申請啦